HELLO 大家好 我是艾莉絲 今天呢 是一個非常突然的影片 就是我昨天又發生了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我的IG又登不進去了 有follow我的人應該知道我以前帳號有被盜過 然後那次是我很白癡 我自己就是把帳號密碼給了駭客 就是我被那個藍哥哥的信給騙了 大概是三年多以前 沒有看過這影片的人可以去我的YouTube看 我有拍過影片 但昨天呢 我登不進去的原因 並不是我被盜 是我的IG一直有點當機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登出 然後再登入好了 登出進來之後就開始發生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我的手機收不到驗證嘛 但那時候我太情急了 所以我並沒有截圖 但網路上有一些就是示意圖大概就是這樣子 它會叫你就是輸入驗證嘛 它會寄到你的手機裡 但是我收不到 但我的簡訊完全沒有響 那我開始就有一些不想意感 我想說完了 是不是又要有什麼事發生了 後來呢 我就看了很多文章 然後很多人的經驗 他們就是說 喔 那就是用網頁版的 不要用你的App開 用你的Chrome或者是Severry開 然後就會 可以收到驗證碼 欸 真的 我那時候就收到驗證碼了 那網路上是說你要進去把你的雙重認證關掉 雙重認證就是那時候我帳號被盜的時候 我有叫大家趕快把雙重認證打開 那它的機制就是在你在登出 或是你在其他的地方要登入的時候 它會傳一組code 就是一組密碼給你 那如果你在別的地方登入 你收不到簡訊碼的時候 你可以用它那時候給你的那個 那一組號碼去登入 好 那時候我就也沒有多想 我想說 OK 那就先這樣 就我進去之後 我就把雙重認證關掉 沒錯 我的IG就可以登入了 登入之後呢 嗯 就開始覺得 好像有一點 怪怪的 那雙重認證現在被關掉 你知道我有被盜過嗎 我就是很害怕 我就趕快又把我的雙重認證打開 就在我打開的那剎那 不知道為什麼我手機閃退了 所以它給我的那一組號碼 我沒截圖到 啊 天啊 完了 很恐怖 網頁版 再也收不到簡訊了 我就當然大概試了大概四五個小時 然後你知道試到我的那個帳號 後來是顯示說 我被鎖起來了 就是我的密碼錯太多次 或者什麼的 天啊 我整個又一團烏雲 你知道嗎 因為我真的之前被盜過 我覺得被盜的帳號 真的非常恐怖 然後就是被鎖起來 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打開 後來我就想說 就是我帳號被盜的時候 我有存下來一組雙重認證號碼 我用那個硬碟試試看 可不可以呢 答案是 不行 因為我已經關掉 又重新開過了 所以它給我的認證號碼 我必須要用新的認證號碼 我舊的雙重認證號碼 是不能用的 所以我整個人就是 完蛋了 我就想說 好沒關係 那我其他的裝置 避免我的iPad 還有再登入 那我用我的iPad進去用 總可以了吧 這時候把我iPad拿出來 也被強制登出 反正我整個人就是慘到一個不行 就是各種方法都沒有 就在這時候我一定要就是跟你們講一下 這邊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跟我一樣登不進去 當然我知道一定會很心急 但是你當下你試個三五次之後 你就不要再用了 因為你用越多次 系統可能會把你辨別成是假的帳號 或者是你是被盜 所以你就會 你的整個帳戶就會像我一樣被鎖起來 那我是完全登不進去的狀態 我也沒有辦法 我就開始又回到地獄室的寫信給IG 我就說 對我的帳號被鎖起來 我就回報什麼的 那這一次有比較快 我上次大概是幾天後才收到回信 我這一次大概是 八九個小時後吧 我就收到他的信 他就叫我寫了一組號碼 就跟我那時候帳號被盜一樣 然後他要認證是你本人 然後我就把我的號碼 跟我臉自拍 然後傳給他 一樣就是沒有回信 所以我又等了幾個小時之後 就是他才突然寄一個信給我 確定是我本人 他給了我一組號碼 我再重新登入 就在那時候 才打開 然後我重新把我的 雙重認證號碼 我跟你講雙重認證號碼 非常重要 請你把它 寫在任何 你可以保留的地方 不要存到你的手機 因為你的手機有可能會壞掉 有可能會不見 有可能 資訊會流失 總之寫下來 因為很多網路上的人也有說 收不到簡訊碼有可能是因為你換手機了 第二個有可能是你的 雙重認證號碼不見了 但你要記得 簡訊你收不到 但如果你有那一組號碼 你就可以登入 但他的那一組號碼 總共我記得好像有 六、五、六組的樣子 對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把那個密碼寫下來 寫在你的日記裡 寫在你的床頭 你任何可以保留它的位置 請大家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對 而且我那時候按了那個 忘記密碼 對 就是因為我請幾隻 我想要登不進去 那我用忘記密碼 哇勒 整個出問題 因為你的可能 本來你其他的裝置 並沒有強制的被登出 但因為你改了密碼之後 他的保護機制 就是會要你重新輸入密碼 所以 你所有登入的裝置 全部在那瞬間 就是會被 BANG 整個登出 非常恐怖 對 所以呢 你就 如果你還記得你的密碼的話 不要亂按那個忘記密碼 那他寄那個mail到你的簡訊的時候 因為我後來就是一直連不過來 他連過來之後 他一直要我收驗證碼 啊 我就收不到 我就是收不到 他一直要我收 OMG 所以呢 在那個時候 我真的提醒大家 不要用忘記密碼 也不要一直按那個 傳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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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的次數越多 他的後台系統會有點檔機 所以你那時候就是 先冷靜 很難 但先告訴自己 深呼吸 深呼吸 不要急 不要急 不要氣 阿彌陀佛 對 總之呢 如果大家有這個問題的話 一定要 當下 就是你試了幾次不行之後 你就先開始寫信 信 不管你傳幾封 都可以 但是你在內部的 登入次數 真的不要太多 不然你被鎖起來之後 會超級麻煩 啊 總之終於是圓滿落寞 我昨天整個晚上幾乎都沒睡 我真的是 我真的會被IG搞到老十歲 我真的 我想到上次被到那 我真的三天三夜沒睡 OMG 太恐怖了 這就是我昨天的驚魂祭 跟大家簡短的分享 所以如果你有收不到驗證碼的狀況的話 你可以像我一樣 就是先寫信給IG 把你的第一個你的電話 跟你的帳號寫下來 那記得我覺得用英文寫的 那個機率 被回復的機率好像快一點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可以用英文寫 就這樣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OK我要去補眠了 大家 掰掰